为其中是中国体育界响当当的的人物,给中国体育做出过贡献,是毫无疑问的,也是毋庸置疑的,从他的履历上就可以看出来。 他先后担任过12年中国奥委会秘书长,国际排联第一副主席,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,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,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会长,国际排联主席等职务,在这些岗位上,他为中国体育发声正力,为国际体育交流加分助力,等等,值得人们肯定,而赢得中国体育产业,奥运产业支付等每日, 也是理所尽当的,但是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却屡屡出婚招,扣出奇葩言论,也是不经的事实,现在的他只要是公开发声,往往会引来一片茂声,为什么? 因为他的老糊涂,比如,他立主陈中和在北京奥运后下课,立请浙江老乡蔡运成为女排主教练,质疑安家节不会使用朱婷,经验不足,作为男性不适合执教女排, 还有在里约奥运会之前质疑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,特别是在中国女排东京奥运周期选率时,为纪中英就坚持绿捧菜边,并发表了选率当然要有标准,但是不切实际的都标准,会把候选人都排除了, 要允许一流失误,允许错失的言论,不再一一列举了,觉得为纪中老先生可能就是年岁大了,也可能是想通过这些奇谈怪论引起人们的注意,增加流量,更进一步,如果说排球是他的专业,他比较熟悉,有基础的话,说,两句还可以,就算支招了,虽然是损招,那么他频频对中国拼堂球, 刘国梁等只手画脚,就有点太不自量力了,你是纯木之年,确然老是非多,还是要为老自尊,有点自知之明,少说话,最好退休一养天年吧,手的败坏为以前攒下的好名声,那就是得不偿失了。